中央公布基隆30日确诊数 市长刘昌说基隆的疫情呈现和缓趋势 我们今天基隆市的确诊案例是1026例 那较昨天进一步减少190例 那这个是从最高峰的2530例 大概现在只剩下43%左右 那另外在今天的确诊案例里面 外线市通报的部分有124例 这是占的12.09 那所谓的外线市通报就是是在外线市确诊 不过它是户籍在基隆 所以也是归到我们基隆的确诊案例里面 那从这几天的案例年龄分析的话 各个年龄层都是呈现同步的一个下降的趋势 那在今天确诊案例里面 那我们7到14岁以及6岁以下的儿童 都已经降到百例以下 所以我们基隆市的疫情呢 和缓的持续的一个趋势 应该是确立的 那我们预期在本周 应该可以降到1000例以下 我想这一个是我们可以预期的 记者黄烧民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来订阅 还有家人负载 请不吝点赞来订阅